疫苗打下去更有保護力 NovaFace疫苗7月8日開打 台北田徑廠上午100劑全預約而滿 民眾之汗終於等到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那所以我選擇的疫苗 可選性就比較少 第三劑 我等了一個月 NovaFace雙北率先開打 包括台北六家醫院特別門診開打 以及新北五家醫院開設專診 六度其他縣市像是台南台中 九日開打 桃園高雄 則要等到下週一 NovaFace预防重症感染效果達90% 但會有五種常見的副作用 包括頭痛疲勞 接種部位疼痛 不過發酵症狀相當低 僅3% 另外中央宣布邊境在松榜 7月14日起入境每週總量增到4萬人 而且三類人搭機免兩日內PCR 缺者黃振聰提出兩項建議 一人一戶改一人一室 放寬住防疫旅館後四天的限制 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認為 BA.1 BA.2 疫情準備進入尾聲 最快8月底可能出現BA.5的流行 7月15號如果無明顯影響 可以調整到零加7 放寬既然人越多 那你造成這個社區整個大流行的時間間距 其實就越短 到來的時間就越快 但也有專家示警邊境快速放寬 國內BA.5大流行的時間 就會更早報到還是不能輕忽 記得林鎮堅楊宗燕台北報導 到 到 到 谢谢大家